1945年台湾光复后 从日治时期接收来的公民银机构 承袭了日本企业的棒球文化 组成了自己的球队 比如说石探队、铁道队 其中最特殊的要算是银行系统的 六行库棒球队和台湾电力公司队 在战后的社会体制中 原来的台湾本土人士 在政治以及军事领域 没有发挥的空间 多半从事着工商或者是金融业 而熟知棒球的台籍精英 多半集中在金融业当中 这些银行的台籍高管 于是就成为了六行库棒球赛的重要推手 从1948年开始 六行库软师棒球赛连续举行了十二届 硬实棒球赛也从1954年开始举行过六次 球迷最关注的仓库和华银的争霸赛 更是有台湾的早庆系之称 六行库棒球赛的热潮 不但提高当时球员的运动水平 台湾各地的商业学校也纷纷组队 棒球选手只要身怀绝技 就会受到银行的青睐 跨进公家单位 穷人家的孩子只要练就好球技 就有机会进入好单位 改变家庭穷困的命运 北仓库 南台电的盛况 在全岛各种棒球赛事里 独占凹投了很长一段时间 仓库队的稳定发展 平稳了北台湾原本成长较缓慢的棒球养分 台湾电力棒球队前身是日志时代的电力诸事会社 营业所分散全省 因为吸收了南台湾各地热爱棒球的选手 人才济济 各地重要的营业处都有自己的球队 台湾电力公司虽然棒球风气兴盛 但是从光复以来到1966年 台电队从来没有真的赢过冠军 台湾全省运动会的棒球项目也是南北队制 台北市代表队是以银行队为班底 高雄市则以台电队为班底 但是运动会严格的限制球员 必须以户籍地作为组队参赛规定 这就打破了球员们的正常训练和比赛 在还没有户籍地限制之前 所有队都可以以完整的球队参赛 旺盛的球胜心理 使得每年的比赛都是异常精彩 但有了户籍地限制之后 人数不足的球队就必须征召其他的临时球员 所以使得比赛的气氛大不如前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